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這次的療劑是水羊酸 Salicylicum Acid Salicylic Acid 大家都可能知道 水羊酸 其實阿士不寧的主要成分是水羊酸 水羊酸可以應處理的問題 主要是包括Mannia disease 一種梅尼爾的病 其實主要的症狀就是耳鳴 聽覺下跌 還有那種耳鳴的聲音 就好像是烤烤聲的 很大聲的 或者Ring Ring聲的 或者聽到好像那些黃蜂 在翁翁的聲音 在飛 還有那個是 腦神經壞了的失衝 很多時候 人們會因為食阿士不寧過量 導致耳鳴的情況 另外就是用在口腔的毛病 例如口瘡 會有痙癢 又痛 加上口氣重 口發炎 口腔發炎 口氣又熱又乾 這個也是應用的地方 好了 還有就是那個關節 四肢的關節 和風濕 那個坐骨神經痛 又灼熱的痛 尤其晚上是痛得很厲害 這個也是水羊酸可以應用的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腸胃 就是發酵性的胃不適 肉氣方胚 又臭又酸的肉氣 知道有些人吃 下時不能吃得多 就吃到胃病胃痛 或者胃出血 所以這個也可以導致內部出血 例如蠻蠻蠻出血 這個水羊酸可以應用的地方 最主要我們都是用在一個 那個meneer 那個毛病 人耳鳴都很厲害 尤其是那些人吃阿時不靈 吃過量 導致的問題 包括meneer 包括腸胃出血 這個就是水羊酸可以應用的地方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銅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銅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 鎖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